大圣国 一所三进三出大寨院之中 正听上尉 副手而立的萧景觉 英武不凡 殿下 最后一拨人已经送出去了 殿下放心 该控制的都已经全部控制起来了 如今 回到谋划多年 且占据了不少暗中势力的母国 萧景觉如鱼得水 没有了在天玺国的收敛 反而是有几分锋芒毕露的气质 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王者 上一辈子就能谋国谋天下 必定也是有些本事的 凡缺 今天 第几天了 殿下 我们离开天玺已经第十天了 我们路上跑了几天了 殿下 八天 累死了十几匹马 还有十几匹马到现在都没恢复过来 第十日了 就跟老师拿药 是时候 该让他梳醒了 殿下 这会儿把南宫离夜唤醒 那他闹起来 殿下岂不是又不能休息了 殿下十日里休息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每日一两个时辰 铁打的身体 也会撑不住啊 有他在 我不累 他整整期盼了十三年 如今 这一刻 萧景觉再也等不了了 他要让南宫离夜知道 他将他带来了大圣国 大圣国 他的母国 大圣国 他要抢来尊崇的王位 给他最好的 他若喜欢这天下 他也能为他 争来这天下的 是我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怎么样 还喜欢吗 南宫离夜 撑着要下床 你别动 刚刚才服下解药 还要恢复一会儿呢 我先带来 赴金 卖 我先带来